记者杨新城台南报道,退出民进党,原本参选下届台北市长的苏焕智,今天下午在台南市家里爱香基金会和20多名好友会商后,决定回故乡参选下届台南市长苏焕智说,7月2日上午10点将在永康贵田饭店召开故乡的壶,焕,记者会,完整说明参选台南市长的诉求。 苏焕智的好友,有些是前南县府幕僚和商界朋友,有的具民进党籍身份,市议员曾王牙云也到场,他们力挺说,既然苏焕智已决定,到时会退党助选。 苏焕智说,民进党执政两年来,与地方民力脱节,台南市也有时政缺失,向房屋税,地价税大涨,以利益修造成产业困境等,民进党的支持者是否还死忠,有很大存疑。 他回乡参选台南市长是有胜算的。 下届台南市长选举,民进党提名黄伟哲,国民党提名高斯伯,前台连立为须忠信,前台南市警察局长陈子敬, 商业名人林立峰加上诉换制都是五党级参选,高、陈整和梅进展,绿、蓝分裂,半斤八两。